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8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節要揭露一節 我媽市署長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就是這個 香港警察學校居然抓到一個女見習 督察 涉嫌 考試期間 出貓 考試作弊 根據 消息顯示 就說現在相關這個見習的女督察 督察只是這個幫版 正在被安排優價調查 其實紀律部隊考試就出名也不是容易的 想不到警察就是經常 自己在犯規 他們也不是第一次了 竟然又有女見習督察 就是做相同的事 更加被傳媒揭發 相關的女見習督察 她媽媽 就是跟 這個警戒有很大關係 是前的助理處長 所以這節就叫做我媽市署長 我們這一節一起去研究一下到底發生甚麼事 又嘗試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怎麼為止呢 就出貓 還有這件事有甚麼後續呢 到底警察的醜聞要爆多少才夠呢 我們一起去討論一下 好 我們就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讚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最近節目多了很多黃標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 將節目調整 首先我們星期二得道節目將會放在我們的主頻道 而新聞快訊 還有英國新聞 財經等等就會放在後備頻道 希望大家注意 也希望大家支持 因為要激活一下後備戶口 而主頻道也要清空一下 因為實在太多黃標了 最近 受到打壓 最主要的應該是我 因為我的節目大部分都是黃標 所以標題出不了 很多時候要變成 機場巴士的號碼 才勉強可以不用黃標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 看到機場巴士的號碼 在主頻道應該是我節目來的 也有機會是Tony的節目 希望大家注意 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你真是 有錢 不是等飯開 才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真是說得非常清楚 外面的人除了 不停把同一個謊話說99次之外 其實他們沒有任何方法 不要緊 他們已經進入到一個狀態 就是徹底跟五毛沒有分別 好 繼續提提大家 記得8月20日 這個電影《因為愛所以革命》上映 在東倫敦 Genesis Cinema 下午3點半 大家就注意了 記得買票去看 8月31日 831集會 將會在倫敦 Parliament Square 晚上6時舉行 我們現在還是繼續跟主辦單位聯絡 繼續 協調 看看怎麼可以做好一點 也可能會有 嘉賓出席 這次已經確認了 袁爸爸31日會來到英國 所以 831集會 也會看到袁弓夷先生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女建習督察 考試出貓事件 這個就是警察學院自己公告 在8月16日的時候 發生了作弊事件 而當中 牽涉一個 中區警署 建閘的女督察 當日 她要進行這個 升級考試 考試途中 她就是被揭發 收了貓子在她身上 相關的女督察 現在就是被 警署安排就是她休假 通常一出事 警察就會安排相關的警員 請你去休息 根據 現在的資料 相關的人員 將會進行紀律調查 警方就說他們在調查事件 如果證實有人違規 說會嚴正處理 根據消息所說 相關的建習 女督察就是一個姓 原的女督察 很快 就被公佈了出來 發現她出身 也是警察的家族 她媽 就是一個 前助理處長 豁湖刑事 換句話說 我媽是處長 相關的處長 在2019年已經退休了 這裏也要告訴大家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警察 其實他們 也是一套 相當之接近世襲的制度來的 換句話說 家裏有人做 警察 跟著 整家一起走去做警察 由於他們是紀律部隊 很少會被人隔職 其實 朝中有人好辦事 裡面官場有自己人 要升自己人 要升皇親國戚 會循例說 特別容易 這個行業 這裏 也是 發現都是 相當自有 문제 結果 就是騰傾河窗哭鑰漢 看看屋企是不是警察世家 所以這行業本身也是有問題的 自己成為回音場 自己成為一個小圈子 相關這次案件裏面的女建築督察 很明顯也是因為屋企 是警務人員 是前助理的處長 所以 他才打算 投考督察 當然他肯定不是打算督察 考上去 做完之後 慢慢就升上去 所以我們大膽推測 為什麼會被人發現他出貓呢 當然啦 首先第一 很大機會 他真的因為緊張 怕過不了 就是相關的考試 所以 就是帶鼻就是這些所謂的輪屎 就是答案可能黏著在身上 關於這次案件 怎麼出貓就沒有詳細的內容 據說 根據報導就說 警察學院的升級市 中間懷疑他作弊 說在他身上發現 收藏了貓子 這裏就幫他稍微公平一點說說 首先第一 如果你 一個人去考試 在你身上找到輪屎 是不是就代表你有作弊呢 這個 其實並不代表 因為 很多 讀書 考試的人都會把那些輪屎 帶在身上 但是也要看相關的考試規則 考試規則有沒有清楚定名 就是相關的輪屎 不准帶入考場裏面 又或者 不准帶在身上 假如有為有相關的規定的話 但是嚴格來說 你只能夠說他 違反考試規則 違反考試規則 跟你說捉到去作弊 其實始終是有分別 這個不是故意說話 實際上我們做 這個辯護的時候 尤其是警察 紀律聆訊 其實他那個 辯護的方向跟一個 刑事案件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舉證的責任 在控方那邊 你不能夠說他身上有那件事 就代表一定是用來犯法 相同的邏輯 亦都應用在正常的刑事案件裏面 除了有些特別的罪名 管有那件事 已經違法之外 例如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毒品 但是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東西 你拿在身上 其實 並沒有任何 干犯任何法律 就算你身上拿著一把戒刀 拿著一些索帶 不過現在香港改變了 拿著索帶就說你參與暴動 這件事 是非常之離譜的 實際上根據 正常的普通法 你身上藏有一件事 你不能夠假定 他就是用那件事來犯罪的 其實 所以 如果按照紀律聆訊的角度去說 身上藏有 市卷的答案或是藏有輪屎本身 不代表他有作弊 要作弊應該要有多些其他證據 例如是否有人目擊他 考試途中 將那些 輪屎或是答案拿出來呢 如果沒有的話 坦白說如果我們真的很持平 那你未必代表有出貓的 所以相同原理 你說他 當他藏有貓子 就是打算意圖出貓 那麼 必須要舉證 身上有的貓子唯一 可能的用途 就是用來作弊 如果有其他可能性 例如他進入市場之前 進行溫輸自己拿來 如果有其他可能性的話 理論上根據普通法的刑事法則 是不應該只是假定他一定是用來出貓的 就跟你身上藏有索帶 藏有戒刀一樣 不能夠假定你 有索帶你就去暴動 有戒刀你就去捅人 我是藝術系學生 拿著戒刀有甚麼好奇 像少林足球所說 我做維修 拿著士巴拿 你不可以看到我拿著士巴拿 你就假定我拿著士巴拿去打人 所以換言之 這個案件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們持平一點 可能有其他證據 真的看到他在作弊 現在公告的東西 就是非常之少 只是知道 要進行紀律聆訊 不過我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真的進行紀律聆訊的時候 上述提出的問題 都會成為 調查的方向之一 因為做紀律聆訊的案件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一個刑事案件來的 到底相關的旅境會不會有事呢 真的好看他 所謂難聽說 後台夠不夠硬正 如果理論上你真的要把那個 紀律聆訊的調查 提升到一個正常的刑事案件的標準的話 其實 你說他有辯護的空間 辯護空間真的存在 有辯護空間存在 阿媽 後台夠不夠硬正呢 這個就將會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所以這宗案件 很可能是會有follow up的 我們今節 率先跟大家分析到這裡 以上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說不到給你聽 我們 就能夠告訴你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